媽媽, 早安 媽媽 早安… 芬姐, 早安 青林還沒起來? 她在跟著迎接千禧的特輯 昨晚寫歌寫通宵, 今早私訓 看見她這麼熬, 真是肉都邪 肯熬才好 現在年輕人都沒有苦熬 搞得她沒有危機感 沒有易經處理的能力 說你… 你, 何時想去北京的車廠? 你不是鹽了飯, 想趕我走嗎? 我想問你有沒有興趣跟我去美國 去美國幹什麼? 你爸爸說要去美國參觀那間 希登汽車公司 你決定接受合資嗎? 永彪說得對 我去那邊看看希登的車廠 究竟是怎樣的 原來才決定讓我客觀一點 我還是覺得應該自己搞車廠 自主言罰 那是怎樣?去還是不去? 當然去, 知己知彼 你…看希登有多厲害也好 對了, 周中了, 我想拿手袋 我去找人了, 你晚餐吃 不用收拾, 看拉叔起來了 早安 早安, 大哥大叔 早安 早安 頭髮很痛 早安, 昨晚什麼應酬?喝得這麼醉 我沒有, 股票賺了錢 就跟伙伴吃飯 太開心了, 多喝一杯 對了, 我昨晚看到永彪 和維典能在一起 他們不是有什麼事嗎? 有什麼事? 畢竟是兩叔侄 在一起就很平常 那倒是, 可能我多心吧 不過我總是覺得他們古古怪怪 有什麼太多都不清醒 或者是 好 Vincent, 你真不說得了 你們親自來接機 一場舊同學, 何必客氣? Vincent, 你這麼年輕 就可以做到跨國汽車集團的 東南亞視和部的副總長 真是聰明 天時地利 讀中學的時候 永彪才考第一, 他才是聰明 那麼久以前的事說來幹什麼? 我們要展望將來 中國汽車業的將來 只要靠你幫忙, 傾盛這次合作 你的上司, Mr. Anderson 已經約了我們明天和他一起開會 沒錯, 現在先送你回酒店休息 明天早上參觀車廠, 下午就開會 現在時間更早 我們直接讓他參觀汽車廠 明天可以省很多時間 你覺得造車技術真是世界益 中國要穿得上 就是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 要加快部份 莫過於是取他人的長處 保自己的短處 我不是這麼想 看事應該看遠一點 他們扔錢下來投資一件事 但香榮將技術傳授給我們 是另一件事 到時候我們做什麼都經過人同意 反而綁手綁腳 大俠只是大趨勢 根本無可避免 建立自主品牌才是真正的出路 那我們可以向希登提出條件 那保留研發部豈不是兩全其美嗎 如果我是希登就不會這麼做 雖然是合作夥伴 但始終都是競爭對手 他們沒理由會養夫人壞 你說來說去 還是覺得自己可以設車廠 才是最好的方法 是 不好意思, 我有點累 不好意思, 我想回酒店休息 先走了, 橫沙 其實永彪都說得不是沒道理 單憑我們現在的力量 無論資金和技術方面 都沒有能力做車 他這麼熱心幫希登說好話 所以我們合資 是不是只想幫他救同這麼簡單 師傅的態度如何?有否改變想法? 他似乎不太抗拒合資 不知是有所保留 朱爺是因為華鎮幫大力反對 他認為合資之後 他們會喪失很多自主權 那是無可避免的事 如果我們堅持要靠自己的話 一定追不上市場的發展 遲早被淘汰 他們最關注的細節和談判底線 都在這裡 讓我知道他們的底牌 談起來就容易得到 其實華先生最關注的還是研發部 因為華文雄下了很多心思 他很想幫他小孩 如果我能夠說服希登保留這個研發部 那這次談起來就會順利多了 但希登那邊肯保留研發部 不讓他們自主研發嗎? 現在先答應 到時取消他們來我們什麼行 華先生, 這份是合作協議書 請你過學吧 我想不用了 我這次來主要是參觀和了解希登車廠 好, 沒打算簽任何文件 華先生, 其實我們希登一直都有 跟你們車廠股東的普通溝通過 我很明白華先生你的憂慮 我保證保留研發部, 我保證 華先生, 請你放心 我們希登一直都很重視科技研究 所以為了迎合華先生的要求 我決定交付這個保留研發部的條款 但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 為何保證我們研發部 研發出來的項目可以比賽呢? 第二, 我想知道 如果希登跟我們長老福尊 組成合資車廠, 還有沒有其他個刀? 你們不說我們都知道 天狼國者一問 華文康, 你果然厲害 這樣也被你查到 既然你知道了, 大家攤開來說吧 在商場沒有永遠的朋友 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一切都是講經濟效益 我們以前的恩恩怨怨 應該不會影響到我們今天的合作 你說得對, 商場如戰場 就算合作好多年的賓主關係 都會因為利益而出為對方 華先生, 你誤會了 我沒誤會 我只是不想和你們合作 對不起 華先生… 遞估了老狐狸的智慧 高估了你的禮物 華先生, 我對你很失望, 很痛心 想不到你夾二叔來騙我 華先生, 我希望你公平一點 合資的好處你也很清楚 希登車廠你也參觀過 為什麼因為我二叔有分投資 你就要拒絕呢? 你知不知道你二叔是一個什麼人 他是一個可以合作的對象嗎? 我猜你也很清楚震邦是什麼人 你真是相信他 寧願開始車廠無多事險 你這麼辛苦建立華長 我不希望你從頭來過 如果你真心為我, 為華長 你就應該坦坦白白跟我說 你不需要花那麼多心機 鬥那麼大個血 我真是質疑 你口口聲聲說我是為了保住華長 究竟是為了我, 又是為你自己 究竟偽知能給你多少好處 是為了你 我知道我現在說什麼都沒用 我只可以說一聲對不起 但不是因為我後悔幫秘叔拉絲 是因為你拒絕 和希登合作這個決定 令我感到很遺憾 我也覺得很遺憾, 老佳你離開 請你離開 我真的猜不到, 三個人離開 兩個人回去 大家想法不同 既然不是走一條路 當然有人下車 如果魏天恆不管我們反對 跟蒲錦談談就知道 爸爸, 你打算怎麼辦 到時候就算了 你打算了 華先生, 不好意思 車子有點問題 看來車子有牌子 外資車不一定無敵 技術再厲害, 不用拋樓 前面的家屋 我們不如過去看看有人幫忙 怎麼回事 怪不得人說退休之後來這裡住 我們華家祖先 不知道在這裡留下多少腳印 我記得你說過 太太讀讀書的時候住在這裡 其他東西就忘記了 你這個人, 甚麼都不負傷心 不好意思, 你的婆婆 你真是沒有問過人 你真是 爸爸, 你看看 整個小人之眼管管的 這家人好像很像這部車一樣 怎麼會這樣? 什麼事, 爸爸? 你太爺華學員 你認識他嗎? 華學員, 你是誰? 他是我父親 真的嗎? 他是我大父親, 心中邀 是嗎? 真是沒想到遇上華家的後人 你不出聲也不知道你會說廣東話 其實我對太爺的事跡一直都很興趣 而且我很喜歡Bursley 為了多學中國文化 所以我努力學好中文 對了,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照片? 其實當年清政府看到西方社會的船堅炮利 於是又派了一批官員 去美國學習西方的科技 我們的父親就是其中兩個 我想這幾張照片 就是他們當年參觀美國車廠的時候 我太爺曾經說過 他來到美國的時候就第一次看到汽車 就覺得美國的科技很先進 於是他就決定修讀機械工程 剛才你在谷倉看到的機器、零件 就是他們當年的研究 他們也有一個共同的夢想 就是將製造汽車的技術 帶回去中國 你知道嗎? 李太爺就是第一代的電機工程師 中國第一間造車廠 他有份錯難 後來我太爺也決定留在美國發展 他這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不可以回中國 和阿向一起努力製造中國的汽車 真可惜 我爺過了生這麼多年 都沒辦法完成他的夢想 我太爺在林忠的時候說過 他說終會有一天 中國製造的汽車 會在美國的公路上走 後來我將這個穀倉改建成紀念館 去紀念我太爺 亦去紀念中國汽車的工業起步 怎麼回事?爸爸 你是不是很想自己開車做? 百年起車夢 不只我們祖先的夢想 還有很多中俄人的夢想 那我們不要回香港 直飛不擊 阿爺, 這一張就是你在美國參觀車廠 的時候所拍的照片 裡面還有你的同學十宗人 可惜他已經沒有後人 進去繼承他造車的夢想 現在就看我們華家了 這次我在美國 我親眼看到在谷倉樹 爺爺他們所做的研究 我不想有這個汽車夢 跟我們的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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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完成它 我知道你為了長年的事 還是很生氣 不過我希望我們華家 能夠上下一心 一起來完成祖先的夢想 我希望能夠放下以前的夢想 離開長老福村 和我一起出來開車床 全國三大汽車集團 控制了大半個市場 如果要生存, 一定要壯大 是, 和希燈合資 我們就可以重組長老汽車 亦有機會 適合於全國五大汽車企業 所以這次機會不容有失, 是嗎 不過除了希燈之外 我們這個合資企業 還有其他投資者 例如… 天狼國際 我想她的大股東, 魏天涵 一定不想我在這裡阻礙她 來, 進來 創長, 有位黎生找你 華總, 你好 黎先生, 你好 我是代表美資公司 請坐 你應該知道 陶董已經口頭答應 和我們成立合資企業 其實我很欣賞華總 你一直作出的貢獻 聽說你就有一個研發小組, 是嗎 因為我的理想 是要做出自己品牌的汽車 好啊, 非常好 我和希燈的高層談過 新公司成立之後 你繼續做廠長, 你繼續研發吧 我們還增添資源給你 其實我也很謀談 長老福村最艱難的時候 你注資進來幫我們渡過難關 能夠轉歸為營 也是多得文雄和鎮幫 現在… 老董, 你放心 我不會令你難做的 其實我早已預備好的退股書 稍後我會交給你 其實在商場上 你不需要施任何恩惠 也不需要考慮任何道德 不過, 我始終不是這樣了 魏先生, 謝謝你們看得起我 不過我很清楚 你們開出讓我留下的條件 表面就是唐二 裡面裝的是什麼藥 你們心中有數 你真的想著幫你大哥嗎? 如果他開車廠 我一定會去幫他 因為我相信 只有那裡才能夠實現我的夢想 你要跳下火坑, 我不會阻礙你 但是你在這裡研發的東西 是屬於長老福村的 你一樣也不可以帶走 你真的不可以帶走 你真的不可以帶走 你一直不可以帶走 你會去旁邊 你就真的不可以帶走 你帶走 我沒有不可以帶走 你步不可以帶走 我認識你, 二叔 我跟廠長 我一定替你留在大廠做研發 是呀, 我也在學習 因為開發軟件 希望可以幫助我們的研發 我們大家一條心 完成這件汽車目 走吧 我們現在搞的新車廠 如果成功當然好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們每個日子 就會被各國在青盤的時候 更加難捱 放心吧, 老闆 最後開菜飯, 拖養得我們這麼健碩 再吃就沒所謂吧 範姐, 我拿老衣包移入 回來了, 坐… 吃飯 又不用弄得這麼悲壯 有我在 怎會弄得豬油渣滷飯這麼可憐 老實說, 大哥 你只有這麼多本搞車廠 就是比較敏 你聽我說就好 幫我扔下去 投資我們的幫忙股 先找大一點的本 這些遊戲我不懂得玩 留下來慢慢玩 拐拐一點 我也好, 可以完成我們華家祖先的夢想 都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大哥, 如果資金上有什麼困難 需要我幫忙的, 出席我 文石 我始終覺得你搞這些褲網股 是有點投機的 這些東西大上大落 三間窮, 五間庫 你別怪大哥的氣 你處理這些事情已經要小心 好, 吃飯吧 話說回來 其實我們真的要多得魏景彪這個燕仔 如果他不是在後面搞搞陣 我們大家都會一條心出來搞車廠 他現在放大駕, 沒上班, 是不是?姐姐 他還有臉上班? 你怎麼搞的? 年紀大, 血壓又高, 喝熱茶就好了 你可以說我血壓高 但不可以說我年紀大 因為你爸爸還很有魄力 怎麼了?有些事跟我說 永彪已經放了很久了 是否沒了他, 公司不可以運作 我知道你們在美國弄得很僵 但無論如何他都跟了你十年 就是跟了我這麼久, 應該是我的脾氣 我認識永彪這麼久 我不相信他為了錢會這麼做 就算他犯了什麼錯誤 那麼多年來, 都是第一次而已 這次就判他死刑了 現在是他不上班, 他不出現 我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我想他還是想冷靜一下 一個人做錯事 人家怎麼收保都不肯做 你幫他找到藉口有用嗎? 爸, 你也知道永彪這個人 是有點固執 你當他連笑氣性也好 你當他沒面對你也好 你給他一次機會吧 我回來這麼久了, 我的電話一直都開著 所以不是我不給他機會 是這個人有沒有誠意 那是否就是說如果他替你道歉 那你就可以當以事 什麼事都沒發生吧? 爸, 你當給我面對 爸, 你好, 爸 不好意思, 遲了 沒關係 先生, 要點什麼? 啤酒, 謝謝 我還是到一會兒了 對不起, 其實我應該早點找你 雖然我覺得沒什麼需要解釋 但是對於你, 起碼有個交代 我不相信你會為了利益出賣爸爸 謝謝你相信我 其實我真是民心無愧 我始終覺得在中國搞車廠 如果沒有外國的資金和技術 根本沒得跟別人鬥 我不想華長像各位那樣重討覆轍 這次華先生拒絕希丹 完全是因為我二叔為天行 這樣做是對人對事, 一點也不理智 既然只是一場誤會 那為何不開心見城坐下來好好聊一聊 你也知道爸爸和二叔 已經退出了長老福村 準備自己搞車廠 你什麼時候燒假? 他們很需要你回來幫忙 是華先生想我回去幫忙 還是你想我回去幫華先生? 有分別嗎? 有很大分別 是, 爸爸比你生氣 但是他也說他的電話是搶開的 我想如果你願意好好地跟他坐下來 聊一聊, 這件事並不是沒有彎曲 你意思是想我低聲客氣 回去向他認錯? 我很理解你倆的性格 你倆都是不輸的人 但是怎麼也要有個人願意走出第一步 爸爸也說了他的電話是搶開的 你就打個電話給他吧 其實你比我更了解爸爸的屁性 只要你願意打電話給他說兩句好話 爸爸, 我想這件事很快就沒事了 炳賢 爸爸 你什麼時候回家我來的? 剛才那些同事跟我說我女兒來找我 我還以為他們會弄我, 原來是真的 你幹嘛?你小時候下巴也沾沾沾 你畢竟牙得很辛苦 爸爸, 你問我這麼多問題 我應該回答你哪一條才好呢? 是, 我是剛回來 我看你差不多下班了 就打算上來給你一個驚喜吧 我打電話回去的 媽媽說今晚做大餐給我吃 你走還沒有? 我寶貝女兒回來了 我當然不開OT, 一萬多了 你走吧 女兒, 爸爸不是不贊成你出去見識 但是你辛苦了兩年 風神婆婆也沒停過 你哪有時間認識男生? 是呀, 前陣子老婆想介紹一個外孫 給你, 誰知道你又不在 媽媽, 別再說這種事 女兒, 你是不是已經有對象? 什麼人? 是呀, 你有就快點說吧 沒有呀, 沒有人追求你的孫子 你也不小了, 炳兒 你到底喜歡哪一類型的男生? 等媽媽幫你密息一下 不用了, 我現在也沒時間想起這些事 車廠那裡有很多東西要我跟進 你這樣賭心賭命的為了廠 是不是將來老闆娶你? 媽媽, 你別亂說 人家有女朋友的 女兒, 媽媽也不斷說一說 你用不著這麼認真? 我吃完了, 洗碗 還有這麼多行李沒收, 不知道收到什麼時候 我幫你沒收益 是我嗎? 神經病,我為何無緣無故笑你 你最喜歡笑我和侄我 無聊,為何你夜晚晚打來? 明天二叔和鎮民下來 跟我們談新車廠的事 你安排好了嗎? 預約了酒店、預約了機票 如果他們有時間 還可以帶他們香港一天遊 聰明,那你明天早點上班 你又說放我兩天假的? 免得你弄壞我身上吧 別說你不用擔心 我眼角很高,幫得上我才能用 你不用在這裡買口乖了 我不會受你這套的 最多明天我請你吃早餐 好,我要漢堡包,奶茶 那我一樣,你買完後我再付錢給你 慢著,你真笨 我請人吃早餐,還要我買賣 那你順老嘛,就這樣吧 明天早上見,再見 方炳儀… 你怎麼每次都給她吃? 進來 華先生 有話想跟我說嗎? 發生了這麼多事,我覺得總要有個交代 不能不了了之 如果你為了美國那件事和我道歉 我可以接受 可能在你眼中我是錯的 但是到現在為止 我都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車廠好 那就是到現在,你都覺得自己沒錯 每個人做事的標準和方法都不同 我真的問心無愧 但是如果華先生你覺得不可以接受 我唯有辭職 那又怎麼樣? 老爸,因夠辭職 不知道還有沒有我應該留下的理由 爸爸,二叔和鎮民他們到了 我現在有個會要開門 一有時間,才再跟你聊 我不妨礙你,我先回去 阿彌,你和爸爸談得怎麼樣? 為何你放下這封信的? 那封是我的辭職信 我們不是事先說好了嗎? 他不信任我,我留在這裡沒意思 文龍叔、鎮民,歡迎你們 進來喝茶吧 看見大家真好 這裡全都是自己人 楊叔,鎮民 他這算是自己人嗎? 我們趕著開會,有甚麼開完會才問你 謝謝 文龍,周文,你來了嗎? 大哥,爸爸 到那邊再聊吧 好 其實現在,內地很多車廠都有繳車目錄 但因為經營不善,負債累累 而停止生產 只要我們收購或拼購這些車廠 就可以生產我們自己研製的繳車 那好像借殼上市 為何是借人家的目錄來生產我們的車 對,說到底是資金的問題 研製汽車、收購車廠 改善投產線都需要錢 初步估計大概需要一億 如果投產的話,還要一億 買了長老福村的股份 套館大約八千萬 抵押我們的房子做商業借貸 那就是還欠五千萬 好了,聊了這麼久,大家都累了 不如先吃午飯吧 沒出去吃飯嗎?我們還沒開完會 我知道,我叫清魚幫我買三明治 華三,如果我沒猜錯 你應該在擔心資金的問題吧 你好像會了解我 跟著你十幾年 不多不少也有了解的 那你說,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是,在各路開車廠風險大 銀行肯批貸款的乘數低 如果你和其他基金或大財團合作 有可能被人影響決策 和合資無分別 所以兩個方案,華先生你都不會選擇 那你認為我應該在哪裡找資金? 這個問題華先生你一種認有的答案 你很清楚哪裡可以找到資金 問題是你肯放下面子,可以開口 世華先生一直有筆資金在手 好,只要你開口問,我相信他不會有異議 但華先生你覺得 這麼多年來都是要你照顧世華先生 現在倒過來要你開口問他 你覺得不能下台 其實面子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呢? 華先生你做了生意這麼多年 你應該很清楚 資金和人才都很重要 現在資金已經有了 人才都在你面前 看你怎麼取捨 照你這麼說,所有問題都在我身上 某個角度來說 成敗關鍵 都是掌握在華先生你一個人手槌 我還有些事要準備,你去除了 好,就照大家的意思 文石,在這個階段我們分工合作 我負責溝通兩岸小組,加快速度 爭取早日組裝出第一部洋版車 我負責物色一些 符合我們收購條件的車廠 資金問題又要我解決 阿爸,你想到什麼辦法? 傻到肯投資,不知道開不開得成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口 汽車製造公司 我想除了他,也沒有其他人 好… 文石也是華家的一份子 現在我們都傻了 怎麼可以讓他一個人正常 拉梳一定肯定,他上次都開口了 不過阿爸… 遲些我會跟他談 今天就這樣,我還有些其他事要做 好,大哥,我們先走了 走,阿爸 阿爸,文彪其實… 你給我叫他進來 進來 進來 華先生 坐吧 看來華先生,你好像接納中的意見 那我就要獎勵你 你說得對,面子不是最重要 但是我對於是非黑白 做人的原則,我有個堅持 我知道你是一個聰明 做事也很認真 但是可惜,你做事有方法 我不能夠認同 你跟著我十年 你都不能夠真正了解我 本來我們在美國的時候 罵得不是很愉快 只要你肯坐下來認認真真 坦坦白地跟我們聊一聊 我們還有合作的機會 但是可惜,你轉彎抹角 你找青魚來求情 你弄了很多小同座 我還是那句 我不覺得自己有甚麼做錯 這就是我和你之間最大的分歧 道不同不相違和 所以這次我會認真和人接諾你的請辭 我知道華山你現在對我很辛苦 但是我一定可以證明給你看 我不是你這麼難 你也好,多謝你這麼多年來 你怎麼這麼快和爸爸聊天 不是有甚麼事? 華山接受了我的辭職 為何會這樣?你一向幫爸爸忙 其實一開始他就沒想過你罵我 為何爸爸會這樣? 對不起,永久,你等我一會 我和爸爸聊聊 不用了,非如華山也不需要我 我也沒必要,要這麼沒專業留在這裡 或者說得對,道不同不相違和 我也不想違和自己留意 先走了,遲遲了嗎? 爸爸,我想問你 為何你接受永彪辭職? 永彪辭職嗎? 他跟你說甚麼? 他甚麼都沒說 他只說你說道不同不相違和 但是爸爸,永彪幫了你十年 你知道他有多幫忙 如果是有甚麼誤會的… 不是誤會 合作了十年,是有點可惜的 不過他和我做人處事都很不一樣 勉強合作下去,沒甚麼意思 我知道你還是因為美國 希登車廠這件事怪他 但是他的出發點都是為我們好的 好了…別再鬧下去了 他離開對我們大家都好 你放心吧,他是一個聰明人 將來他不仇,有好的出路 我累了,我想早點睡,你們慢慢吃 畢竟有這麼多年同事 難怪他會站在永彪那邊 過多一段時間他會明白 希望是 是否有關於籌備資金的事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跟文石商量 我也想跟他說,不過始終有點擔心 你怕他不答應嗎? 我不想拖他下水 搞車廠,始終風險很大 他不跟我們 文紅和我都見過風浪 有甚麼事,我們都頂得住 他這幾年來都在遊戲人間 你真是怕萬一真的失敗了 怕他承受不住的打擊 二叔說得對 其實你無謂擔心他們那份 文石也這麼大,他自己會想 或者他自己喜歡冒險 喜歡你們三兄弟 齊心合力地搞好這個華家的汽車夢 你沒理由剝奪了他這個機會 稍後讓我的公司搞大一點 我就買了這裡的廣告牌 讓所有坐船的人都看到我的公司的名字 是要快點 稍後維港越填越窄 可怕連渡海少林也沒有了 是不是這樣潑我爛水? 不過想起來也是 現在過了幾分鐘就到了 不像我們以前做年輕人一樣 被豆嵐有段時間坐 你記得嗎?你小時候 經常拿著他上樓上 我們又窮,又捨不得洗多豆嵐 每一次就等船員發覺的時候 我們兩個搶上去 是,有一次我們不用鬼鬼祟祟 也有樓上坐 你收拾了兩個豆嵐嘛 回想起來,以前收拾了豆嵐也睡不著 現在讓我打中了仙股 升了幾個價位,不過好像沒什麼感覺 文石,賺錢是無可口非的 但我始終要勸你審慎理財 對,所以我打算投資五千萬 到你和藝哥的車廠裡 其實我早就想找你幫忙 不過始終覺得造車的風險太大 簡直是傻瓜 想著那一、兩億就可以開車廠 被人知道了,以為我們發神經病 不過這是二哥和我們華家的夢想 我作為華家的一份子 沒理由不陪你們一起見 在這個時候,只能在內地 才用這麼少的錢可以開車廠 有二哥帶頭,我們應該要好好把握 這個機器 果然是兄弟情深 兄弟,不用說這種話 我最近真的賺了很多錢 我還買了一隻油鉗 稍後跟你和二哥出去玩阿楓 都很喜歡 我們 happen 有居酒 那居酒 好 我 那居酒 我 這居酒 我 現在來做訪問, 興穿泳衣嗎? 難得來泳池做訪問 沒理由穿得一身衣服 更何況待會訪問完 如果你有時間, 可以一起游泳 對, 你說你們這期雜誌 專題是新進IT財訊 究竟想訪問我什麼? 大家都知道 華山這間生物科技公司搞得很好 公司股票有多股民追捧 不知道你… 如果你又想問我這些成功之道 我覺得沒什麼新意 好, 那不如換個角度來問吧 在這些成功背後有沒有什麼事 令你覺得是遺憾的? 在我人生裡最大的遺憾 就是不要好好珍惜以前的太太 她的離開 無疑是令我發粉的原動力 可惜今天的成就 不可以跟她一起分享 something you have wanted to know 看來華山對你的前妻 還が如御情未了 � imaginar 現在就堅持繼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